本周的全球市场无疑将被英国退欧公投的走向左左右 A股也不例外 中金公司认为英国如果实现退欧 对于中国经济在中长期是偏利空的 但是从对于中国各类资产价格的影响而言 退欧对中国资产价格的影响比较的间接 整体上偏负面 对于港股的影响更直接 对于A股相对间接 那么短期来看 退欧可能会加速A股和港股调整压力的释放 不过A股或许对于欧洲政治敏感的事件 它并不是有那么嗅觉的敏锐 那么早在2014年苏格兰退英公投的时候 A股在公投前后维持盘整 在整理之后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继续上涨 而同样是退欧时间 2015年希腊脱欧闹剧的期间 A股也同样是没有大幅的波动 在希腊脱欧的闹剧化解之后 短暂整理之后延续之前的趋势的下跌 而从基本面上来看 英国退欧对于中国的影响也十分的有限 伦敦研究机构凯头宏观的报告指出 英国和中国的出口 中国对英国的出口仅占GDP的0.5% 体量小受到的冲击也小 此外中国资本项目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开放 与海外的金融的联系还非常的有限 对于中国的出口仅卧代人的批判